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藝術項目 國情改歲兩句話和你做成果 改歲改歲 改問歲 好朋友我們來講 港澳戰爭日本佔台灣 台北先來稱讚的大冠小冠 我們來成立台灣民主國 我們知道大總統 就是順目黃金雄 那如果副總統 是妙力當勞客家人 科條禁書 學問家 哭奉家 在那個時候 他有些一首漢詩 表明自己的心情 世古說 人間生敗論影響 亞洲風洞 窮未公 鼓勵沙陽 為作天 一時擔憔 哭目翁 世古就是在表明 那個時候我們知道 當兼兼大總統做那個老闆台 看一個五十歲而已 哇 台灣才中八十歲 大阪做阿婆對淡水港 浪港 結果 庫豐家新的副總統 他本身是當勞的客人 他看說環境真的沒辦法去拼 原來一樣 脫走 就脫隊更重 不過他心想看來 真正是上魂濟濟 所以最初出名 他要寫過兩句子 說齋上優冠靈 高興無烈 苦悔天 這種心聲無敵人都收口 他也會計較 計較說三十年後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人在看我 也是生敗論影響 也是說我去往家 沒辦法跟這些台灣的八成共生死 我也是脫走 總是歷史 沒辦法替我心中正義 流團來到民間變成壓述 越說越風動 到老闆一嘴團一支 就是那個流球比較興奮時 鼓勵沙陽 大家打鼓為條坐在聽 鼓勢流團變成 好笑笑的內容 那個不再理阿伯 眼睛沒看到的阿伯說 聽人家說的我順序伴給你聽 什麼人 什麼人還有要緊說我去往家 是沒辦法替我走的 不是說要放台灣這些鄉親 放台灣這些八成在受苦楚 所以才是殺之手 殺之手 表達說人間生敗論影響 不過一生 一生的真格格 我沒辦法去對人表扁 簡單說 這手漢詩 這是沒辦法的事故 這是苦往家 在面對日本要來改觀台灣的時候 真正憲法出來 一生過來 最愛玩最不平的 是嗎